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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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皮狗的恶习绝不能再纵容下去 那该怎么做呢 这个 根据数据分析 最好的办法就是驯服它 哇 驯服虾皮狗也是一种冒险吗 像当年 我曾驯服过一只大鲸鱼 就虾皮狗 简直就像冲刺马桶那么简单 这次训练杀皮狗的任务 确实非你不可 我知道了 台长你想要那只杀皮狗把大便拉在我身上 开什么玩笑 我可是国际名牌马桶 马大嘴 你听得耍嘴皮子 这次你的大嘴巴真的能派上用场了 马大嘴 我看好你哦 我们今天都是你的粉丝 只有今天吧 好吧 拯救世界的重任果然只能靠我 交给我吧 我堂堂马大嘴居然要忍受杀皮狗的胯下之乳 请 这边请 上到马桶上吧 这是野兰狗进化到文明狗重要的一步 太长为了杀皮狗用马桶竟然牺牲这么多 龙有事向台长致敬 多么了不起的突破 文明进化就需要如此的勇气 成功啊 成功啊 成功是以我的牺牲作为代价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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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变变就要路马头哦 太早晕了 谁来给台相做人工不息 我来 谁都可以 就是不要马大嘴 选择马桶坐垫 最主要的原则是抗军透气 我这么高贵容买 应该用百分百纯别的马桶垫 错 棉布和化线材料容易滋生细菌 平和和无缝布制成的马桶垫 平时只要经常用消毒液清洗 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那我要真批的 我给你推荐竹炭材料的马桶垫 它细密多孔 能吸附异味 让你不那么扯 你怎么了 别怕 有爵士高手马大嘴保护你 大清早嚷嚷什么 就不会先打扫一下卫生 这是谁干的 我知道 居然是跳跳 这孩子玩得太过头了 别急 你们仔细看 能跳跳在行动的过程中 眼神始终没变 动作也很奇怪 根据数据分析 它一定是得了梦游症 那我们不该生他的气 生谁的气 你们是在玩迷彩大冒险吗 你们都偷偷玩 也不叫上我 小气 忍不住了 还说我们小气 都是你白夜三哥玩什么梦游 把我们身上涂得乱七八糟的 我英俊潇洒的一世一名都给你毁了 都是我的错 对不起 本来就是他梦游不好 你们等我干嘛 我马大嘴可是瞪眼比赛的冠军 喂 别不理我 pää 一二三 嘿 四五六 嘿 嚯 鸟 你干嘛呢 还不睡 吹 不睡觉就不过梦游 那就不会害大家了 一二三不睡觉 不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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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嘿 嘿 一二三不睡觉 四五六睡觉 出手 大坏蛋 考试开始了 勇敢的龙战士向大坏蛋冲锋 跳跳昨天又梦游了 是啊 等等 昨天那只坏狗狗来了 是跳跳赶走了它 有什么了不起 我要是梦游比跳跳还厉害 跳跳了不起 跳跳是英雄 真的吗 是真的 是因为我梦游所以救了你们 太棒了 现在我也是大冒险家了 我宣布 从今天开始 我每天晚上都要梦游保护你们 赵科技淋浴房 除了普通淋浴房的功能外 还拥有多种出水模式 可以利用水流冲击力 实现按摩功能 配有的遥控器 还可以自由设置淋浴房的洗浴程式 能让沐浴真正成为一种心急享受 这就是我最强淋浴板 又是你 我认为我好喝 我好喝 我好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